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林 我们今天依然要讲的是 腊语二十五 腊语二十五的传统习俗像 腊语二十五的传统习俗像 习俗一,大家还记得吗? 习俗一是 那习俗二是什么呢? 习俗二,我们中国呢 习俗二叫做 接玉皇 接 接玉皇 大家还记得上期 上上期我们讲的 那习俗二十三和二十四的时候呢 造王爷会 造王爷会去天上汇报情况 造王爷呢 会去天上汇报情况 大家还记得吗? 造王爷呢 会去天上汇报情况 汇报情况之后呢 汇报情况之后 然后 玉皇大帝 会来到人间考察 今年一年的 人间下恶 玉皇大帝 也就是 我们都知道 玉皇大帝会来到人间 也就是这样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会来 来人间 玉皇大帝 下 下 借 下借 来到人间 来到人间 考察 今年一年的 大家的表现 人间 人间 也其实呢 就是 说的直白一些 也就是 也就是 来到人间 人间也就是 很多人 人间 来考察 今年一年的 大家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表现的都 非常的 谨慎 小心 也就是 每个人 都非常 守规矩 守规矩 目的呢 是为了 讨好 玉皇大帝 让他 开心 开心 也就是 比如 就这样 变得开心了 开心 变得开心 开心呢 玉皇大帝 就会在 来年 让 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 所以 这就是 我们说的 接玉皇 那么 习俗三呢 习俗三 是 赵田禅 习俗三 是赵田禅 我们把这里 擦掉 我们把这里擦掉 擦掉 田禅 这里擦掉 擦掉 我们知道 习俗三 习俗三 赵 田禅 赵田禅 赵田禅 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 第一步 是 有一个长长的杆子 有一个长长的杆子 杆子呢 然后 会有 一个杆子 然后会有 这样的绳子 绳子 然后 这是 木 长长的杆子 绳子 然后呢 会 火 火 火把 捆在这上面 用绳子 把火把 捆在 捆在杆子上 也就是木棍上 捆在木棍上之后呢 会 把 这个木棍 把木棍 放在田野 田野 我需要 用 我们都知道 捆在木棍上之后呢 我们有田野 田野 这里是房子 房子 然后 田野呢 是这样的 田野 那么 田野 指的是 田野 这样的田地 田野里面呢 通常呢 会有 很多 河苗 小河苗 那就是 粮食 或者叫庄子 这里呢 很多 粮食 或者叫 庄子 庄子 然后 会把 杆子 会把杆子 也就是 棍子 这个 也就是 这个棍子 这个棍子上 捆的 这个火把 放在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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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田野的目的呢 是看火焰 火焰是否很旺 燃烧的很旺 如果火焰很旺 如果火焰很旺 预示着 来年 封条 雨顺 封条 雨顺 会是一个 丰收 年 丰收年 也就是 我们都知道 丰收的话呢 也就是 预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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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收 粮食 丰收了 农民伯伯 很开心 农民伯伯 农民伯伯 很开心 所以 这就是 我们今天讲的 腊月二十五的 传统习俗 下 讲的就是 杰玉皇和 赵田禅 好了 关于腊月二十五的 传统习俗呢 今天零就 跟大家 分享完毕了 我们下期 再见 朋友 拜拜 拜拜